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罗祖胜对阵泰国选手鲁奔的比赛 罗祖胜成获得中国香港全王金腰带等等 赛前罗祖胜的战绩为16战11胜 这个鲁奔来头非常不简单 鲁奔成获得泰国该级别冠军 赛前鲁奔已经取得了189战148胜的部署战绩 可以说也是一位极具实力的选手 鲁奔曾被我国选手张扬紧90秒就KO过 鲁奔在面对中国选手就是来复仇的 赛前当裁判界介绍注意事项的时候 鲁奔就直接无视不正眼看罗祖胜 比赛开始后 罗祖胜先是发现猛攻以重拳外加低扫霸的对手 不过鲁奔也毫不失落以重拳还演一射 接下来被暴踢的鲁奔竟开始招权 一时过来打我来挑衅罗祖胜 这直接激怒了罗祖胜 比赛才开始仅15秒 罗祖胜就抓住机会以连续重拳将鲁奔击倒 鲁奔凤里站得起来惨叨裁判的强袭度秒 接下来罗祖胜趁着狙击 以转身边拳外加连续重拳继续中击对手 在面对罗祖胜的猛攻击下 这也让鲁奔被渐渐逼到了围城角落 而后双方马上进了击6又凶猛的对拼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罗祖胜就以一击右手重拳将鲁奔暂时击倒 鲁奔又再次惨叨裁判的强袭度秒 鲁奔被罗祖胜这一拳有点打磨了 接下来罗祖胜以连续重拳继续暴打对手 不过鲁奔也在作者拼命的反抗 最终罗祖胜抓住机会 以连续重拳直接击对手赢下了比赛 裁判都刚怕了马上飞升叫停的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 愤怒的罗祖胜爆发仅仅只用了57秒的时间 就将对手三次击倒击了 只能说我国的罗祖胜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尼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